随着大家出行需求的增加 坐飞机成了家常便饭 而从概率上来说 飞机是目前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当一架满载乘客的客机直冲云霄的时候 几百人的性命安慰全由飞机驾驶员保管 而最近成都双流机场的飞行员压力山大 在起飞途中 他的无线话筒里面传来的竟然是 晚上吃梯花还是羊肉汤呢 这样的对话 哥们当时又炯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发生在成都双流机场升空的飞机上 本来飞行员无线话筒里传来的声音 应当是CA4107高度3300米出走廊 可飞行员听到的确实 晚上吃梯花还是羊肉汤 这是来自地面的通信干扰 后来监测人员凭借一段低歌的连贯对话 确定是非法的出租车电台 最终抓到了设备的位置 那么电台藏匿的地点在哪里 这些干扰飞机通信对话内容 包括什么内容呢 好我们来看藏匿地点是在成都理工大学附近 监测人员进入了华林小区 A区二单元23号楼的信号员 而发现这个干扰员呢 就是两台外形酷似老式影节机的灰色机器 而从这个干扰员发射出来的信号 通过无线对讲机 到了飞机驾驶员的这个无线话筒里面 是这样的几句话 说下了班打麻将 晚上吃蹄花还是羊肉汤呢 尤其是在出租车啊 这个司机的这个对讲当中也有 好多说机场有好多人等出租赶紧来 而监监听人员呢 是通过以下的关键对话 发现了这个干扰员在哪 说你说是去牛背山照相开个啥子车呢 可能还是要开个双气囊越野车靠谱些 这样呢逐渐发现了干扰员的所在地 近日成东市京信委无线电管理处 同民航西南空管局查处了当地首起 非法出租车电台频率影响航空通讯的事件 对于这样的事情呢 专家呼吁不要撕射电台 以便造成撞击等惨剧 而网友和空管部门也是纷纷表态发表评论 我们来看看 网友小璞2011他说啊 非法无线电台干扰航班通信要查 这个不可爱应该是很可怕 呃民航西南空管局呢 也说明啊 不要撕射电台 无线电通讯与航空飞行如地面红绿灯 一旦通讯不畅 极有可能发生撞击起降事故 造成击毁人亡的惨剧 非常的危险 而成都市的无线电办公室啊 也说到对于非法干扰员设备 进行证据保全 没收设备之后 处罚呃是1000到5000元的这个罚款 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后果 将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 另外一位网友呢 叫书吉书吉啊 他说啊 这个处罚太轻了 1000到5000块 说一定要重罚 人命关天 整个飞机的人呢 都在毁在一个电台上 那就太冤枉了 好 感谢观看